总统蔡英文这回打出了反黑牌 说要杜绝黑金 还点名国民党的县长候选人们 也涉嫌黑金 但是在野党痛批 蔡英文自己过去任用的国策顾问 就是黑道 甚至提名的候选人也被判刑 到底有什么资格说反黑 蔡英文一周内 斯都邦城市中站台 但庙口开讲时 却有一名男子朝舞台方向 激动大喊抗议 立刻遭到驱离 而除了抗中牌 蔡英文还狂喊要杜绝黑金 杜绝黑金政治 不会让地方政治成为黑金特选的温泉 不过网友立刻打脸 蔡英文过去聘请的国策顾问 黄成国就是天道盟会长 如今还在帮陈时中辅选 而蔡英文提名的宜兰县长候选人 蒋从冤更因为盗财杀时被判刑 俊雷林自明尔社坛 也是民进党在选签财政办 在党不仅想要问 蔡英文难道是想用司法 诊素一挤还骂诊是黑道 蔡英文让人最失望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作为总统你知道吗 有一些只要他兼职被改变了 国家已经无法无天了 一个林秉苏查他的金流什么都知道 他们有去查嘛 那个一个林秉苏就 就把新潮流翻掉了 在党也痛批高端从价格到合约 鬼影闯闯这才是最大黑金 高端是道地的金 你吃进去的营养真的完整吗 在纽纯来 让他股票转了400亿 当总统身边就占了黑道 民进党反而要打反中牌 不知道有多少说服力 记者张佑茨 徐国豪 SNG小组 台北报道